Hello 大家好 我是Chill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錄一個Get ready with me 其實也是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待在家裡比較不能夠出門 盡量沒有事的話也少出門 那我還是呢希望起床了能夠錄一個影片 然後把妝化好換好衣服 讓自己感覺是新的一天 不會因為說我待在家裡 所以呢我就每天都一樣 這種感覺真的自己會越來越懶 這種感覺很不好 我們都可以把自己收拾一下 那不要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吧 其實我發現這個粉底的顏色好像 比我的膚色還要黃 但是沒關係因為我 喜歡自然一點的妝效 所以我不建議它是 黃掉一點的 因為畢竟我們是亞洲人嘛 所以皮膚黃一點是自然的 我不喜歡看起來太白 好啦剛剛粉底塗完我來上遮瑕膏 這個 Too Faced Born This Way 好中文是宛若天生的遮瑕膏 我的色號是Snow Snow這個顏色很白 我知道有些人連粉底都選Snow這個顏色 但是呢我的 它的粉底我是選擇 這個 Ivory Ivory呢它是 我覺得是黃掉一白的 那它是比較偏黃的 我覺得亞洲人膚色是黃底的 所以我喜歡這個顏色 比較貼合我的肌膚 但如果你們喜歡白一點的人 你們應該會更喜歡Snow這個色號 買一個小的這個隨身的 拿來提亮眼下 我很喜歡他們家這個遮瑕 因為這個遮瑕呢就是 遮瑕度很高 然後又不卡 不卡紋 就是很潤的感覺 好像有一層膠浮在上面那樣子 它的遮瑕就是 非常的平滑的那一種 今天做這個Gearity with me 是我第一次做 我平常是一個畫非常多的人 可是我現在 第一次做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其實我 我就是那種 因為我在美國嘛 然後我自己 一直都有跟台灣的朋友聯絡 然後最近 我聽到我的朋友講的就是 講的最多的就是 我是一個可以 對著手機 然後他講他的我講我的 然後他突然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根本就不需要打電話給我啊 你就是要一個聽眾而已嘛 對不對 就是你一直想 人家聽你好像在收音機這樣 你就自己一直講一直講 就是我 自己也不會冷藏 然後不管他有沒有在聽 然後有的時候我自己也會有點惶神 就不知道你們跟我有沒有一樣的這種問題 就是 我有聽到他要說什麼 然後我不是那種不顧對方講什麼 然後我就自己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不管他要的感受 我是那一種 嗯 就是 我自己一直講一講說 哎 我覺得最近怎麼樣什麼什麼 然後我在網路上看到那個什麼什麼 然後你知道那個人怎麼樣怎麼樣 他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講一大串之後 然後我會記得他跟我說 像我最近的朋友跟我說他要搬出去找房子 這樣子 他有一個他要比較大的工作室 然後他方便他工作這樣子 所以他要搬出去 他在台灣 然後我就說 哦 我就是哎 我跟你講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開始講我自己的 我講一大串之後 我會記得他剛剛上次講的那個點 就是 作為一個女生就是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聊的那個點 我會記得 然後我會繞回來跟他說 哎 所以你說你搬出去那個那你房子看好了嗎 然後就再開始聊這個 所以 我覺得女孩子還蠻好笑的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圖 就是一個小baby 然後 外國小baby超級可愛 然後他就 拿了一個電話 是假裝打電話 然後他就 就是那種baby講話那種聲音 然後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超級可愛 然後我就馬上 tag我那個朋友 因為感覺就是 他的標題就寫 當女生在包電話粥的時候 就是 就是 就是那個樣子 好啦 粉底化完了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感覺 就是可能好像 年紀越長 女生吼 點上瑕疵越多 然後就要開始用這種 遮瑕力更高的粉底液 在畫粉底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那麼耐心 像以前這樣 一點點一點點遮 就覺得好 我就買一罐高遮瑕液 高遮瑕度的粉底液 全臉上 要趕快上趕快把粉底上完 因為粉底有時候真的太耗時了 就想要趕快進入下個階段 就比較你知道 有意思的階段 對我來說 比較有意思的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粉底盤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說 我發現啊 就是 Sephora 她常常會給你們這種小贈品 如果你買東西的時候 然後輸入她的那個coat 找一下 Natasha Denona 都會給這種 其中 她都會放中間這個顏色 我上一支影片跟你們分享了 Gold Palette怎麼畫 那這一盤我沒有入 這盤是Love Palette 都是這種粉粉的紫色 因為我覺得 這一盤偏紅色調太重了 如果她紅色調不要那麼重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入 但是這一盤顏色 紅色要太重了 但是她的Value還是非常好的 因為這一盤才65塊錢 然後她的克數什麼的 都是非常值得的 因為她大盤就100多了對不對 我就發現啊 我自己呢 買了一個這個 大家可以去買一個這個 Make Up For Ever的這個 小 有點像那個Z Palette 就是之前 她會給你一個這樣子的鏡子 鏡子 然後加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吸鐵的地方 出來了 這顏色 紫色偏光的 好 放出來 嘿 收集了兩個 免費的 那她需要集中哪個眼影 OK 好 我們今天就用這個紫色來畫眼影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穿一個白色毛衣 我就可以畫一個比較 溫柔的 粉紫的 粉紅的 算是一個 你知道 Valentine's Day妝 之前啊 我不知道是誰跟我說 她想要看情人節的妝 就是 Sophia Sophia 不知道你有沒有在看 她想看一個情人節的妝 我說好喔 我情人節會錄 結果 那個影片難產了 就是 沒有時間錄 所以我今天來錄一下 這個妝呢 是一個粉粉嫩嫩的 然後紫色的妝 希望朝這個趨勢去走啦 有時候 你腦袋有一個Vision 然後你畫出來 不是那樣子 但我今天是想要畫一個這種 這一盤 Love Palette 這種 真的有一點 啟發我畫這個感覺的 額眉毛用這個 NASASHA的 Medium Brown 的眉粉 Garrity with me 我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 嗯 先來聊一下疫情吧 最近這個肺炎啊 我覺得大家最近真的沒事不要出門 還有我看到很多的 就是大家在Social Media上面都在講說 逃回家這個話題 就是在海外的學子 或是工作的人 不管就是 大家就想說 回家比較心安 我說實在的 疫情當前 或是真的有種國難當前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要有這種歸屬感 趕快回家 大家就是安全的地方 可是說實在的 因為 嗯 我之前看到不知道是誰的影片 我覺得講得很好 就是 你現在去搭飛機其實是最危險的 你也不想把你 你在飛機上 你可能 就是跟各種的人 就是 他 你都不知道你旁邊坐的那個人 是從哪一國來的 他如果就是為了避開那個 轉機轉機再轉機 然後 他就這樣子 他就是可以戳得來 即使封城了 他出來了 那感染給你 你回家 你傳染給家人 心裡也過意不去吧 呃 我那天看了 嗯 就是好像也是一個YouTuber在說 就是我非常 討厭無際於事的事情 很多人喜歡做一些無際於事 你如果沒有辦法幫助一個現況的話 不要過度的造成大家的恐慌 瘋狂的轉載一些 啊今天那邊死了20個 今天那邊死了200個 今天 你對這個社會沒有任何的益處 好嗎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嗯 醫生或者是你是護士 你站在第一線 我們大家都敬佩你 就是為了國家 為了 呃 全人類的生命 做出貢獻 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敬佩這些人 因為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子的能力 還有這樣子醫療背景 能夠幫助 我們大家的人 我們這種平凡人 沒有這些 這種 背景的人 我們也就只能乖乖待在家裡 不要 呃 讓自己造成社會的困擾 我們不要說 飛來飛去 這個時候還很 很自私的覺得 啊不行我訂了一個巴厘島的 不去可惜 你要是真的就是為了玩 你就去開心一下 開心 能開心幾天 四天五天 然後呢 今年可能就是你最後一年活著了 就有個新聞是講說 一個男生他好像瞞著 呃 公司還有同事 買了非常便宜的廉價機票 出去玩 結果回來就確診了 嗯 我覺得 這時候沒有什麼幸災樂禍的心情 覺得說 哈哈好好笑活該 我覺得這種事情都是不對的 就是 替他 就是祝福他 也希望他的家人沒有得到 或者是他的同事 因為這個公司好像暫時就是關了 說是鑽石關還是永久倒閉 我不知道 沒有詳細的去看 但是就是 希望他們大家都沒有事 因為只要多一個人 多一個疫情的話 擴散過出去的速度 真的是 非常可怕的 希望大家都要小心 好啦 我今天要用這個老網紅 真的太久沒用了 所以我今天就覺得說 這種老網紅我應該要拿出來 好好翻新用一下 有時候我們女孩子化妝品多了 有些你就忽略了 先用新的 就覺得我買了他 我就要用他 才有那個價值嘛 對不對 但是這種 有時候你曾經愛過的 就像我們曾經愛過吃的東西 曾經愛過的人 對不對 曾經愛過的東西 拿出來用一下 OK 一樣我們今天畫眼窩 那眼窩色不用每次都用咖啡色 我們今天用一個 嗯 這個白色的 先鋪滿整個眼皮 我尤其是在上粉色淺色這種的時候 我一定會用白色先鋪滿 因為像給自己眼睛做一個很乾淨的畫布 然後呢我來上這個紫色的 有種紫粉藕色的感覺 魚粉拍掉 那Sasha的這個粉啊 有一個好處也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缺點 他們家的粉質我不是太愛 我不是他們家的什麼死忠粉 就是他們家非常好擁染 也對得起這個價位 如果你對眼妝就是 嗯 我很喜歡不同顏色 我很喜歡玩彩妝 但是呢 我不是想買到最貴最好最頂級的那種眼影的人 那這盤非常適合你 他非常好暈染 基本上他們家的粉質 自己就可以暈染他自己 就他自己上去 他就自己被暈染了 身體不用什麼太高超的技巧 因為他們家的粉壓得非常的鬆 同時呢也是一個缺點就是他比較容易飛粉 你想要畫一個比較好高超技術的眼影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把顏色鎖在Lock 在那個地方 他很容易跟旁邊的顏色糊在一起 所以當你多畫幾個顏色 如果你簡簡單單畫兩個顏色 一個亮色一個眼窩打底色 下面一個加深的眼線 那沒問題 簡簡單單的 可是如果你多畫幾個顏色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眼影盤 他可能 因為粉壓得太鬆了 然後他沒有那麼 他已經顯色了 但是他沒有那麼的實 沒有那麼的黏性 沒有那麼好 他會跟旁邊的顏色自己融合掉 就變成一層霧霧的 可能比較容易髒 我還蠻喜歡這顏色的喔 我之前不怎麼太用 但這顏色是粉粉 偶偶的顏色 我以為會很髒 但其實 他不錯欸 我決定先畫口紅 氣色太差 哈哈 這個呢 是那個 嗯 Pemmergraf的 這個 Omi 這一支 嗯 Pemmergraf家的這個口紅啊 不是我最喜歡的 老實說 他是霧面的 我自己很喜歡霧面的口紅 可能是因為 我的嘴唇不是特別小的那一種 當然我不覺得我嘴巴非常大啦 但是我嘴巴不是非常薄的那種人 所以我每次擦油的時候啊 就是 那種gloss 就會非常的 油 就整個 Tension都在我的嘴巴上 很油的一張嘴 所以我自己比較喜歡有質感的這種霧面的口紅 那霧面的口紅有個缺點就是 比較容易有卡皮這樣子 脫皮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比較霧的乾燥玫瑰 所以我畫上這個口紅就有靈感 今天的妝要怎麼畫了 今天我想走一個霧霧的乾燥玫瑰偏 紫的感覺 好我們剛剛藕紫色的顏色已經畫上去了 我知道現在有點好笑 我知道我現在有點好笑 還沒畫完 我想要後面偏 用這顏色 不要都是太直的 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顯色度太高 我自己在Line的那個朋友裡面啊 其實我還是覺得蠻感動的 非常女孩子一堆屁話的那種群組 你們應該有像我這樣子的朋友吧 就是在裡面常常會分享一些文章啊 然後大家聊天都講一些不重要的屁話 可是當到這個時候說大家還是蠻 蠻關心對方的 就會開始認真的說 自己要小心啊 如果彼此真的有人感冒了 就是可能很平常感冒 而且現在在換季 我之前也感冒欸 說實在的 我大概一個月前的時候也是感冒 三天都 三天前面我也是很不舒服 但是我沒有發燒 那 那個時候資訊有限 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燒的時候 才是有得到 或是沒有發燒 就是也有可能得到啊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哎呀不知道自己 不會吧 沒那麼 這麼那個倒霉吧 但是 之前美國也有另外一個流感 所以真的搞不清楚 到底是這個CORONA VIRUS 還是只是一般的FLU 嗯 然後我家人也是很替我擔心 所以 我之前自己也是很怕 我真的是感冒 前面幾天 然後那種痰都是那種 深色的 這種黃色什麼的 我覺得 應該是普通感冒吧 後來好啦 現在當然是好了 嗯 但那時候還有咳嗽啊 可是這種情況 你哪一個感冒不咳嗽 哪一個感冒 嗯 就是不會 對不對 這都是很普通的 生病的情況 我的朋友也是很多人都關心我 其實 就是還蠻感動的 今天呢我想試一個小小的CORONA VIRUS 嗯 我之前自己不太常這樣畫 因為太麻煩了 我就出個門嘛 對不對 那今天呢反正有一點時間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亞洲人的眼睛怎麼畫CORONA VIRUS 首先呢非常非常簡單 你們不要擔心 也不要講說 欸好麻煩啊 這樣會不會把妝弄髒 你只要試過一次 就會想發現新大陸 以後呢如果有特別的場合 你想要有一個 比較歐美的 或是比較亮的珠光在中間的話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 原理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現在有一個遮瑕的 然後呢我們用刷子這樣沾 沾一點就好了 我想畫一個很亞洲的 就是很清淡的CORONA VIRUS 我不要很濃的那一種 OK我今天想要日常妝 這一定要小心喔 然後量不要太多 大家可以看得到嗎 它就這樣白白的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隻眼 然後大家應該也可以看到了吧 用遮瑕膏上完之後 前面就變白了嘛 你本來可能沒有這麼白的地方 你可能有暈染眼影或是什麼 但是你現在被覆蓋了一層遮瑕膏的時候 它底就變白了 底變白了 而且粉底一直黏黏的 有黏性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在用手指去上亮粉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就會 啪 就是會更亮 完了完了 今天要變暢系的了 我有不好的預感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本來想中間是要一個很亮的顏色 結果沒想到 這顏色其實還蠻深的 蠻深紫色的 化妝一定要 催眠自己 或者是穿衣服也是 我們就催眠自己說 可以可以我可以的 我可以我可以駕馭 我可以可以 不慌不忙 我們慢慢的 把這顏色壓上來 喔這顏色還是一個很美的 因為它是這種紫色的 偏光 好換這個 然後這時候我要加深一個眼凹 現在呢我不要這麼囂張了 我要把這個顏色給降下去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 遇到這種情況 想要畫一個很crazy的眼影間 不管是藍的 綠的 紫的 就覺得 哎呀我就是不一樣 我就是要完妝 然後後來發現糟糕了 不行不行 不能出門 這個時候 選一個不要那麼亮的顏色 深一點的顏色 不要再是 嗯就是非常亮的顏色 選一個深一點顏色 在眼尾的地方 把這個顏色給壓下去 然後在眼中的地方 再選一個更亮的顏色 就是自然的顏色 把它亮出來 所以你剛剛那個很誇張的顏色 就會被均勻掉了 它好像是藍紫色 我沒有選一半的咖啡色 因為這樣就普通掉了 我就是想要繼續還是有點 帶紫色的這種感覺 好我現在畫了點暗黑囉 哈哈 這樣子 特殊時期的時候 幾件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自我提升的事情 等到封關之後 出去又是一條好漢 對不對 今天好像 坐牢喔 就是 也是啦 就是如果你就是 在閉關時期 我們怎麼樣提升自己 學習些什麼東西啊 真的不夠亮 我決定拿這個 這一盤 然後它Shotinona裡面這一盤 白色的 珠光 來把它點亮 Here we go 給我一點點 就是啊 我覺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線上的任何課 或者是比如說什麼樣的課 語言課啊 攝影課啊 戲劇課啊 或是做菜的課 在現在網路上這麼發達 什麼樣的課你都可以上得到 國內外的都可以 網路上有太多課了 我自己是一個非常喜歡拿網課的人 當然我自己也有教網課 嗯 至於教什麼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或者是我上什麼課 我之後可以出一期跟大家分享 在家裡怎麼樣 自我提升 之前我看過一本書就是這樣說 人跟人之間的差距就在於 你下班後的那幾個小時 你是做什麼 他下班他上一整天班非常的累 大家都可以理解 不是每一個人上班之後 都有那麼多的能量 還可以出去玩啊 夜店啊 出去玩什麼這樣子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們可能 在家裡看看電視啊 做個飯 其實時間也差不多了 這也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但是有一些人呢 選擇用下班之後的那一兩個小時 做一些自我的提升 不管你是看書啊 上線上的課啊 這都是在五年後 十年後 人跟人的差距就是這樣子 被拉出來的 那我覺得這本書說得非常好 所以我自己也是一個非常喜歡 在網路上上網課的人 像我之前在家裡不知道 沒有事情做的時候 在寫論文的時候 我自己就在網路上上了很多的網課 那大部分都是要付費的啦 但我說真的 我們一定要習慣知識是需要付費的 有投入才有收回 以前呢 我們可能在小一點我們這個時代 都覺得說網路上的東西 一切都要是免費的 免費的資源 免費的音樂啊 免費的電影啊 我們都很習慣去一直去 download這些免費的東西 但我覺得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而且以後呢 只會有越來越多的這種網課 大家一定要習慣 智慧財產權是需要我們花錢去購買的 所以當我們自己有這樣的智慧 要授權給別人的時候 我們也能得到一樣的回報 我自己就聽了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線上學戲劇課 我覺得非常妙 就是戲劇課你一定覺得說 我們如果是在劇場的話 一定要伸展啊 一定要上各種的練習這樣子 怎麼可能在網路上上 這樣質感一定不一樣啊 網路什麼的 對 但是因為特殊時期嘛 這真的也啟發了我 原來戲劇課也可以在網路上上 其實就是在唸獨白 我那朋友是在加州 那他自己就在 在就是線上唸獨白 那他的老師就是在另外一個城市 就可以這樣子遠程的 給他一點 嗯...戲劇上的建議這樣子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很棒的 或者是 你可以上一些主菜的課啊 嗯...還有語言課我也覺得非常好 不管是學什麼樣的語言 在網路上已經不是 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很多人都是在線上學語言的 我們可能人沒有辦法到那個地方去 但是呢你在網路上就可以 利用現在特殊的時期 我們好好的 充實自己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運動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我心裡的一個 一輩子的結啊 我覺得 運動是不是 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女生就是 有的時候真的是懶在家裡 就覺得說 哇我運動好麻煩喔 因為等一下運動喔 換這個衣服 然後還要去那裡 然後如果你去游泳 你還要洗頭髮 你不去游泳 你去跑步的話 我們家附近也沒有這種 運動的地方什麼 反正就是各種給自己找藉口 以前我在台灣的時候啊 我就很想要去運動 偶爾啦 突然 嗯 就是我心裡一直的夢想 就是希望我可以運動 但是呢 就是自己一直都是 意志力的關係 沒有做到 加上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我自己是一個 感覺我運動就會不舒服的人欸 還是只是我的藉口 其實因為我知道網路上有一種說法是 有些人生下來是不適合運動的 就算中醫有些人也會這麼講 就是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是只要運動的話 反而這個人容易感冒 是真的假的啊 如果你們知道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一下 因為我是真的疑惑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我運動的時候 運動完喔 人家說 體內會分泌這種都巴胺 讓你感覺非常快樂啊什麼 很有朝氣什麼的 可能有吧 我沒有太深的感觸 但是我深刻的覺得我運動 沒有讓我覺得身體變好 有時候感覺好像有點不舒服 還是只是 一初期的 如果我長期累積的運動的話 可能身體就習慣了 就會愛上運動 可能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知道之前網路上 因為這個歐陽娜娜有說 她有練瑜伽 就是每天早上八分鐘的瑜伽 其實我很想做這個 我很想要加入這個挑戰 每天八分鐘的瑜伽 感覺就是自己有 有在做 有讓自己伸展一下 因為感覺有時候我們做電腦做久了 身體真的是很僵硬 有時候都覺得被舒展不開 所以如果我們一早上能夠 有養成一個好的習慣 做一個八分鐘的運動 我覺得很棒 再來一樣是這個睫毛膏 L'Oreal的 我上一次影片才說的 然後疫情的關係啊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 我會想要多拍一點影片 畢竟在家裡嘛 沒事也是 閒著也是閒著 想要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化妝方法 還有心得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一次的這個疫情啊 我們大家隨遇而安 既然已經發生了 我們就是去面對它 在網路上的那些口水戰 我覺得真的很 沒有必要 因為 你沒有辦法幫助一些什麼 生命這件事情 不管是哪一國的人 哪一國的動物 不會因為說 你是豬 你沒事 你是斑馬 小心 過來 就是病毒不會選這件事情的 所以大家還是自己要 嗯 自己要就是 保護好自己 我發現Get Ready With Me 我沒有辦法分清楚 Get Ready With Me 跟化妝分享 因為我又想要跟你講這個 細節怎麼畫 然後我又想要聊天 所以把自己搞得更累 然後我們的眼睛跟口紅已經濃了 我不想要臉頰上有太多的存在感 選擇這個Hourglass的 他們家的粉 粉狀的東西 是我覺得梅花索最好的 最好的 當然是你要喜歡比較settle的妝感 你就會喜歡他們家的 畫了像梅花 你怎麼畫這盤都不會中手的 這種粉粉嫩嫩的妝啊 我不在乎自己的臉 看起來是比較平的 我不想要在紫色這種的基礎下 再畫一個咖啡色胸容 記得 不好看 然後上個高光 高光呢我需要一個比較實 比較亮的 我現在要選這一盤 這一盤是Benefit的 Mini Bronze Squad 這個 中間這個 這個顏色是Cookie Cookie 你們也可以單買 這顏色很值得買 非常亮 然後我不要上太多 這顏色呢 是那種 看得到嗎 有亮起來了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 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家 你是在家工作 不管你做電腦 你是網路設計師 或者是你是這種 插畫設計師 各種的 你可以在家裡工作的人 就是你有工作 在家裡要做的人 你們早上的時候 最好是把自己的 Pajamas換掉 我自己也有這種 懶的問題 就是我在家裡 我很喜歡穿居家服 但是如果你沒有工作 沒有問題啊 你可以在家裡看一天的Netflix 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在家裡 需要上班的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 還是要換掉這個衣服 換了衣服 去洗了澡 然後女生 那可以化個妝 當然是最好 這樣子你會心裡 或是你的腦子 其實會告訴你說 OK 我現在是要工作的這個Mode 我就是工作的狀態 那等你今天比如說 就像你去外面公司上班一樣 等於你現在在家裡上班 等到時間到了 那你就 好我現在把衣服換掉 換成居家服 你就會覺得 啊我現在可以放鬆下來了 太好了 就是這種感覺 好啦今天妝就畫到這裡 算是一個小小嘗試的 get ready with me 我這個人沒辦法 我只要化妝 我就想要跟人家講解妝 就想要跟人家講產品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專心的聊天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可以練習一下 要嘛就好好的討論一件事情 要嘛就好好的化妝 或者是自己以後學習 可以把兩件事情給融合好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我是Chu 那記得訂閱我的影片 這樣子下一次我新的影片出來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看喔 疫情期間 我們大家在家裡是有一點無聊 但是呢我們可以 像我們創作者可以多做一點影片 然後你們也可以多看一點影片 我們大家可以有多一點的互動 在家裡可以好好的自我提升一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